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里百分之八十的痛苦都来自于上班 但如果不上班就会有百分之百的痛苦来自于没钱 更何况人活天地间永远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我们总是扮演着各种角色担负着各种责任 我们从来不仅仅是自己 更是父母的子女 妻儿的依靠 不能只为自己考虑 如果你不想上班了 就去看看这三个人的朋友圈吧 为人父母者总是习惯报喜不报忧 就像在外的游子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 总会说自己过得很好 工作不累一样 在父母的口中也多是 我们一切都好 你在外面好好的 这样之类的宽心化 朋友圈里也是一片岁月静好的模样 可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们早在不知不觉中老了 电视剧《以家人之名》中 有段剧情特别出信 女主李健健在和两个闺蜜聊天的时候 想起自己的父亲忽然泪流满面 她说自己嫌听语音麻烦 就让父亲给自己发消息的话尽量打字 父亲就答应了 开始学着给他发文字消息 有一次啊 他走到家里的面馆门口 给父亲发消息问他在干什么 只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 眯着眼看着手机 为了给他回调消息 足足打了两分钟的字 他明明正在工作着 却告诉女儿自己正歇着呢 看着父亲揉着眼睛 研究打字的样子 那一刻李健健感到父亲真的老了 父亲的身体早已不如以前 贴膏药 做推拿都成了日常 可是为了给女儿更好的生活和依靠 依旧强装着自己身体硬了 努力赚钱 父母正在老去 却还在拼命努力 一方面是想给子女 再多攒点积蓄 另一方面 也是不希望成为子女的负担 可是为人子女者 又怎能心安理得地 看着白发健身的他们 还在为了生活而奔波操劳呢 《孝心无价》中写道 我相信每个赤诚忠厚的孩子 都曾经在心底 向父母许下了孝的宏愿 相信来日方长 相信水到渠成 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 衣锦还乡的那一天 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忘了 忘了时间的残酷 忘了人生的短暂 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 忘了生命本身就不堪一击的脆弱 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 可别忘了父母的年岁渐长 不拼命努力 不出人头地 如何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又怎能让他们安详余生呢 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 杭州街头某个深夜 一个快递小哥站在路灯下和他的小女儿视频 女儿想他快点回家 为了哄他睡觉 快递小哥对着手机当街就跳起了舞 一边跳 他还一边说着 你看 这是你教给我的舞蹈 爸爸这点活马上就干完了 干完就马上回去陪你 他口中的这点活 是身后堆积如山的快递 夜晚对于他而言还很漫长 但他没有泄气 而是手舞足蹈的逗女儿开心 言辞之间尽是温柔 爸爸工作完 就回去陪你睡觉好不好 给爸爸亲一个好不好 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儿子 谁不是咬紧牙关和生活博弈呢 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 越来越感到乏力的身体 和逐渐被生活折磨得麻木的灵魂 唯一的救赎时刻 大概就是想到家中的妻子和儿女 想起孩子前几天发的一个朋友圈 说特别羡慕同学新买的那双球鞋 不知道自己今年生日能不能也买一双 想起前几天深夜刷到妻子的一条朋友圈 转发了一篇诉说生活艰难的文章 可没到几分钟又被他给删除了 想起他们的笑脸 想起他们聊起对未来的奇迹和美好的愿景 就会重新迸发和生活一较高下的勇气 就像三世而已 每一集片尾前都会出现的那个三口支架 妻子经营着一个小煎饼摊 丈夫坐着快递员 儿子会乖乖地在地摊上写作业 一家人活得并不如主角们光鲜亮丽 可是过得很幸福满足 在故事的结尾 他们攒够了钱 路边的小煎饼摊升级成了商铺中的一个小店面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稳步向前 我们大部分人的人生都如同这一家三口 平平淡淡 却是最真实的烟火人间 工作永远是辛苦的 日子永远会有波折 可是一想到家中的妻儿 在等着自己回去吃晚饭 想起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 就有了继续努力的动力 日子虽苦 人生虽难 为了想要守护的人 再咬咬牙 又何妨呢 毕业以后 我留在上海工作 慢慢地 就和之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失去了联系 直到今年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在老家待了几个月 陆陆续续地 也加回了一些之前的老朋友 闲来无事翻看他们的朋友圈才发现 之前搬上最调皮的孙川 现在已经是某建筑局的高级造假工程师了 同宿舍的学霸李二 在一所本科大学做老师 已经执教三年了 而那个整天吵着追星的女同学方蓝 现在成了服装设计师 还拿过几个不错的奖呢 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脸 看到他们如今各自活得风生水起的样子 猛然见惊绝 原来这些年啊 努力拼搏的不止我一个人 每个人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暗自努力着 《风雨哈佛路》中有句台词 没有人可以和生活讨价还价 所以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努力 当看到别人都在奋力向前奔跑的时候 自己又怎能心安理得地在原地踏步呢 当然别人的成功永远都只是他们的 我们要做的不是复制 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 看过一个很火的视频 是一场演讲 里面有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人生中的每一件事 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时间 你身后有些朋友也许遥遥领先于你 有些朋友也许落后于你 但凡事都有他自己的节奏 他们有他们的节奏 你也一样 耐心一点 找到自己努力的节奏 找准自己想去的方向 然后去认真工作 去好好生活 去拥抱更美好的以后 最近有句话特别流行 你要悄悄努力 然后惊艳所有人 所有不甘平庸的野心下 都藏着一个咬紧牙关的灵魂 你如果不向前跑 就只会被那些本是同行的人远远地甩在身后 不想当个被人看清的弱者 就站起来 迈开脚 往前冲吧 看到过一句话 有时放眼望去同龄人 一些人起高楼宴宾客 一些人已经有圆满幸福的家庭了 反观自己年华虚度 空有疲惫 都说如今的人们 总是间歇性肘肘满志 持续性地混吃等死 或许每个人都会有不甘平庸的瞬间 被别人刺激也好 自己忽然地生出动力也罢 千万别让这种念头一闪即逝 抓住那一个 想要努力往上爬的念头 想想等你孝敬的父母 想想依靠于你的妻儿 想想功成名就的老友 只有继续努力 才能保护想保护的人 才能不落后在别人的身后